哈喽大家好 罗报告在北京车展 我是何元 那身边的这台车呢 就是刚刚在北京车展亮相的 前一段时间呢 是在这个大使馆已经亮相过的斯克达科米克 其实这款车呢 大家看上去啊 真的要比这个科洛克还要低 还要小这么一个级别 因为它整个的定位是在整个斯克达家族当中最便宜的一款SUV车型了 而现在预售价格已经出了是从12万到14万之间 我估计当时如果在上市的时候啊 应该售价差不多会在11万9800 11万8800这么一个售价 因为斯克达现在跟整个的这个亲民的市场 在大众集团当中是一个最亲民的这么一个品牌了 所以说你要想买SUV 比如说都是这些钱 你可以不去买一些更贵的 像大众的两厢车或者是斯克达的 比如说在低端的 比如新锐你又看不上 那你想买SUV可能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整个外观就是现在斯克达家族化的这么一个设计了 具体的 大家可以看镜头就可以了 主要看看这款车的空间到底变现怎么样 咱们去车内看一下 那来到车内呢 现阶段能看到科米克的这个内饰啊 啊 基本能摸到的 在这个级别当中肯定都是塑料的 但基本上去也就是斯克达家族化的这么一个内饰 而这个车型应该是顶背车型 也是一个有一些棱角一样装饰的这个织物的这么一个座椅 两边啊有一些皮革 当然其实倒是挺舒服的啊 其实冬天的时候皮革倒更加的冷一些 那其他部分我能看到的 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可以放手机的 非常大的一个手机的这么一个储物空间的槽 两个背架 装扶手箱的面积还可以啊 这种小皮的衣包 完全可以放进去 没有问题 哎 sorry 那剩下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面积很小的 这么一个开度的天窗了 我现在前排调整好了 头部空间是一拳的这么一个距离 那后排不知道表现怎么样啊 看一下 在后排能看到一点就是它的座椅其实采用了一个一体式的设计啊 头枕跟座椅是在一块的 还挺好看的 头部空间在后排呢是一拳的距离 腿部空间的也是一拳 多一指吧 差不多的距离 这个空间表现我还真的是挺满意的啊 我坐着都还很舒服 而它这个座椅中间下方的这个隆起确实有点高 我的手臂 差不多是到一个手掌的这么大的一个距离啊 可能跟它整个的车内的设计布局上 整个车辆尽量下沉 能给一个更多的头部空间的这样的设计 所以中间啊 是有这么一个很高的这个隆起的 那后备箱的空间啊 咱们一会去车尾聊一下 那在车内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现款的这个科米克只有1.5自吸的发动机 配上手动变动箱以及自动变动箱 应该是6AT 呃 真的是打造了一个斯格达整个品牌加州当中啊 最低端的这么一个SUV 但单从空间来看的话 可以满足日常所需 去后备箱看一下 那后备箱打开之后呢 会发现它的后备箱的整个槽也是很深的啊 一个手掌啊 这么宽的一个深度 也是将整个的车的底盘啊 利用的还是非常好的 那后边看 有一个非全尺寸的这么一个备胎 整个的面积我觉得挺大 两个20寸的登机箱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这后备箱表现也不错 那其实现在看上去科米克真的是让整个斯格达的SUV家族更往下面探了一步 无论是从价格 还是从配置 还是从整个的受众 但是现在都上阵不是父子兵了 都是亲兄弟兵了啊 全都是一个级别一个级别的细分市场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呢 市场来考验 全部都用来看 不? ! 跳舞 跳舞 跳舞